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副总统搭配了人选 就是林瑞雄双博士 林瑞雄教授 到现场一起来 向我们所有台湾的乡亲报道 同时希望得到乡亲 踊跃的回应和支持 为什么我会找到 我新的一个伙伴 那就是好多人都不愿意 淡政治的浑水 说我们的政治实在好像一潭污水 那个绝对不符合公共未遂的条件 第二个 说我们现在的政治 好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做我们称之为流行病 那就是您到处去问 这种流行病最严重的 叫做蓝绿对决 我今天向各位郑州的推荐 我们共同要大拼的 未来的伙伴 林瑞雄教授 我是平生第一次参加政治的浑水 没想到这么大 害我眼睛都不开 还好我那个部线很切断 过去我在台大教授才会切除 今天班德 奇怪 大家这有这么好 可能大家 我问什么 对了 平生没有参加 政治活动的 为不一筹被战线 这可能完全是众书全力 今年四月中 在林乃新闻里面 看到 幻问了 众书记者 我有些感动 他已经有了 联系看到参集 有一个感动 联系我最好的同学 也 也严格教授 都会 也是种 共同的 魅力 那种魅力 结果这两个感觉到 我们都会感觉贵族的 还是非常跟一亲自上的 宋主席来起义了 他希望国家党 还是要对大使来照项 你怎么看这份宋领导 很诚恳的 谢谢 我们马主席 跟国民党 那就是什么是大局 我们不是为哪一个政党来当选 而是为台湾的大局 什么是台湾的大局 台湾人要活得有尊严 台湾人活得要有价值 台湾人所坚持的自由民主的理想 能够让我们共同感觉着骄傲 台湾人活得有数新的 感觉 我们的感觉